我老婆知道了我和小三的事,还拿捏了许多证据,我不能让这个小三毁了我,争论之际,我失手杀了他,还抛尸护城河边,没想到第二天,他竟然好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,我和小三周丽娜在一起两年后,某一天,老婆方圆圆突然找我摊牌,离婚吧,张科。 他板着脸扔了一打照片,上面全是我和周丽娜的亲密照,甚至还有酒店不雅照,这些年,孩子都是我在管,离了混,孩子也不用你操心了。 方圆圆面色沉静,语气平稳,完全不像捉奸的正房太太应有的态度。 通常情况,捉到自己丈夫出轨,不是应该撕心裂肺大吵一架吗? 方圆圆的态度,让我觉得害怕,我不是怕她,是怕身后从此变得空空荡荡了。 我是个上门女婿,背后有偌大的方式企业,岳父死后,企业就交由我老婆方圆圆打理。 方圆圆成天忙着工作,没有一点女人味,我才和周丽娜有了瓜葛。 现在她要一脚踢开我,我只能沦为要饭的,我丢了尊严,跪下来求她,要她看在多年的夫妻情分上。 原谅我这一次,方圆圆终于流下了眼泪,我知道,她还是爱我的。 当即,我就表了决心,一定和周丽娜短干净。 送方圆圆回家后,我去找了周丽娜。 她还在我给她租的房子里悠闲地给花出草,见我进屋,立刻亲热地过来拥抱我,亲我,我不耐烦地推开她,说自己有点累。 说实话,我不是累,是你和她也在一起两年了,当年的花瓶样子也愈发变得世俗,她不出去上班,靠我包养。 每天说的话题,不是这件衣服,就是那个包包,我她妈都快烦死了。 现在我看她,就跟那种广场上跳舞的大妈一样,没区别。 所以,方圆圆发现,我和她的奸情,我一点都没狡辩。 趁此机会,我也有借口要甩掉她。 好像看出了我不乐意,周丽娜开始哄我,怎么了宝贝,今天很累吗? 要不要我给你,她平常都会用口的方式给我带来慰藉,这一次也不例外。 正当她顺着我的腰部往裤裆的方向滑下去的时候,我突然涌上一阵恶心,随即制止了她进一步的动作。 可是她没有气馁,站起身来,柔软的唇瓣开始吻上我的脖子,然后到了嘴唇,她吻技很好。 从前我也是折服在她熟练撬开我牙齿的这一刻,可是今天,我身上所有的细胞都在往外推她。 比起这一时的爽快,我更想要一张长期饭票,离开方圆圆背后的方式企业,我将一无所有。 那时,她周丽娜还会爱我吗?别逗了。 我一把推开周丽娜,她眼神还有些迷乱,还以为是我在和她调情,我趁着意识还清醒着,赶紧把事情聊聊,我们分手吧,周丽娜。 周丽娜整个人还沉浸在和我的温存之中,似乎没反应过来我的意思。 方圆圆知道我俩的事了,她要和我离婚。 我加重了语气,希望周丽娜清醒一点,效果不错,她的眼睛开始有了正常的光。 离就离,离了正好和我结婚。 没想到她竟然想到这一层上去了,我当然知道周丽娜的目的,没了方圆圆,她就能借着我爬上阔太太的位置。 可是她太天真了,没有方圆圆,我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 你在想什么? 离了婚,我只能静身出户。 到时候你跟着我要饭吗? 我生气地坐到沙发上,点燃一支烟,闷头扎着,我就不信方圆圆会让你静身出户。 我斜眼看着周丽娜,她满脸都是摇前树倒后的不甘心,我看了更觉得烦躁,我找小三,我是过错方,你觉得呢? 周丽娜眼眶忽然一红,在你心里,我就只是个小三。 我历声反问,不然呢? 周丽娜听罢我的回答,忽然像发了风似的和我扭打起来,不留神间,我用力过猛,将她推倒在花盆旁边,她挣扎了几下,就不动了,但眼睛瞪得老大,眼神死死地绝住我。 我吓到双腿发软,跌坐在地,脑门和手心齐齐冒汗,她就这么,死了,血在她胸口迅速晕染开,我战战兢兢爬过去,扒拉了她一下,看到是刚才那把除草刀从后背刺穿了她的心脏,妈的,这就死了,这就死了。 我整个人妈了,我不过是来找她分手的,怎么就把她弄死了,一时间,我脑子里像电影快进一样浮现了许多念头,但这之中,只有一个念头点亮了我,那把除草刀,是她自己放在那儿的,不是我放的,是她自己没站稳,失去重心, 才会直直地倒在刀尖上。那么,这一切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? 有了这个信念做支撑,我赶紧收拾完现场,然后找来了一个行李箱,趁着周丽娜还没将,赶紧处理了。 当我颤抖着双手,拉好行李箱拉链之后,方圆圆给我打来了电话,问我事情办得怎么样了,我望着鼓起来的行李箱,眼神坚定地说,已经处理好了,我现在在去护城河的路上,给你带那家你最喜欢吃的甜点。 方圆圆只当我是讨好,没有拒绝,其实只有我知道,趁着天黑没人,我好去护城河抛尸,我租的房子周围没监控,方圆圆给我打电话,正好可以做我的时间证人,这样,尸体就算浮上来,警察最后也不会查到我的头上。 完成抛尸之后,我去给方圆圆买了蛋糕拎回家,那一夜,我和方圆圆重归于好,我把恐惧和没能发泄的欲望统统发泄在方圆圆身上。 看着她像回到新婚时那样,愈先愈死,我心里全是满足。 第二天,方圆圆早早起床,给我做了早餐,我们仿佛回到了从前的快乐时光。 她说,一会儿有个论坛峰会,她会替我参加,要我吃了早餐回去多睡会儿。 我看着她在厨房忙碌的身影,心里暗自庆幸自己,做了正确的选择,有了方圆圆。 我还是方式企业的总经理,男人嘛,总是喜心厌旧,尽管方圆圆身材保持得如同少女一般,但还是少了一丝新鲜感。 不过好在,我悬崖勒马,尝过外头的野花之后,我发现还是家花香。 从昨晚事发到现在,我越来越觉得一切都是天注定,她撞上除草刀,就是解决我问题的最好办法,免得分手闹得不愉快,我甩都甩不掉。 方圆圆刚关上门,我的手机就响起了。 我以为是她没带钥匙,顺手就接起来,怎么了老婆? 没想到电话对面传来周丽娜的声音,她猛烈地咳嗽着,沙哑着声音问我,宝贝,我胸口有点疼,你快来看看我啊。 我他妈的懵了。 拿过手机一看,电话上赫然显示周丽娜。 昨晚,她倒在刀尖上,刀穿过她的心脏。 我记得很清楚,空气中的血腥气味都还没从我的脑海散去,怎么一觉醒来,她就活过来了,这不科学,也不可能。 我挂断电话,试着让狂跳的心冷静下来,可没过几秒,周丽娜又打了过来。 宝贝,我真的好难受,你过来看看我啊。 为了诱敌深入,我假装平静,你在哪里? 我在我们租的房子啊。 可嗨嗨,说完,她咳嗽着挂了电话,内心强烈地好奇心驱使我驾车来到我租给她的房子,站在楼下。 我看到阳台的灯还亮着,我记得很清楚。 我离开的时候,关了所有的灯,我不屑。 进了电梯,我心中不停地敲着鼓,手机接二连三收到来自周丽娜的微信轰炸,到哪里了宝贝? 快到了吗? 我真的好难受。 我给你留着门啊。 叮。 电梯门打开,我走在熟悉的走廊,抬头一看,门竟然真的开着。 难道说,真有冤魂所命这一说? 我转过身,准备逃离现场,可是电梯已经上去了,就在这时,周丽娜的身影出现在门口,宝贝,怎么到了也不进屋啊。 可嗨嗨,她又开始猛烈地咳嗽。 而我,已经腿软,根本不敢看她,你怎么不看我? 我今天确实有点憔悴。 我感觉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,似乎已经到了我跟前。 果然,睁开眼睛,我看到了身旁立着一双脚,脚上还穿着她最喜欢的那双纯白色的棉毛拖鞋,我豁出去了,抬头看了一眼。 周丽娜还像之前那样,没有任何一样,只是脸色有些苍白。 见我看向她,她伸出双手,揽住我的脖子,然后靠在我的肩膀轻轻咳嗽,我能感觉到她冰冷的发丝,似乎还没有干的样子。 昨晚下雨,浑身淋湿透了,可能有点感冒。 周丽娜嗓音音韵。 我瑟瑟发抖,昨晚哪有下雨,该是我把她扔进护城河,所以弄湿了全身吧。 等她放开我,我才留意到,她穿的还是昨天的那件连衣裙,这裙子是我在傲来给她买的,纯白色,没有丝毫别色的掺杂。 然而现在,她胸前却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一朵鲜红色的玫瑰花,一如昨晚她受伤后血蕴染开来的样子。 是的,连位置都一模一样。 我开始犯迷惑。 究竟这一切是怎么回事? 周丽娜没有感觉出我的异常。 她挽着我从家中走去,头还枕在我的肩上,一阵一阵地咳嗽。 进屋后,房间一片明亮,我站在灯下,看着身旁没有影子的周丽娜,心中的杀意再次活跃起来。 既然没有影子,那就算不上市人,杀意之鬼,算是为民除害。 趁着周丽娜躺回房间的时候,我从厨房找了砍刀,慢慢走进卧室,对准她的脖子,一刀剁下去。 血泳如注,一下子喷洒在卧室的墙壁上,这一次,你总不可能再活过来吧。 我又找来一个箱子,按照之前的办法,再次将它抛尸护城河,然后安安稳稳地回到家,脱掉了浑身是血的衣服,烧掉,等待只属于我的明天。 一夜香甜觉,次日清晨,敲门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,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门,看到周丽娜站在门口,眼神呆滞地望着我。 周丽娜再一次复活,我整个人简直要疯了。 她似乎没发觉我的异常,撇开我走进屋子,大张旗鼓地在我和方圆院的别墅里坐定,看样子,是做好准备,要下一下方圆院的。 好在方圆院的峰会还没结束,她暂时不会回到这个危险的家。 周丽娜,你冤魂不散,竟然跑到家里来闹。 我气急了,奔着不是你死,就是我死的心态。 上前掐住她的脖子,下一秒,让我惊讶的一幕发生了,她的脖子像是螺丝松掉一般,咔嚓一下从脖子上断掉,滚在地上,拖出一条长长的血迹。 我双腿一软,跌坐在她软塌塌倒下去的尸身旁边,这还没完。 她的脑袋在地上滴溜溜滚了一圈之后,竟然好好的立在地上,她嘴巴一张一合,还在说话,张科,你真的不爱我了吗? 卧槽,你这个样子,谁还能爱你? 看我一直惊恐着不说话,她眼睛里竟然渗出了泪花,你怎么不说话? 从前那些山盟海誓,都不算数吗? 我哆哆嗦嗦望着那只会说话的头,差点无法连此成句, 周,周丽娜,咱们好聚好散,我多给你烧点东西,你想要什么? 烧点东西,就能抹杀掉我们之间的感情了吗? 张科,这两年来,我以为你是真心爱我的。 周丽娜说着,脑袋竟然开始往我的方向移动,她眼神空灵,就像是要把我看穿, 我毫不犹豫操起身旁桌上的一个微型雕塑,将她的脑袋砸成粉碎。 为了防止她再次复活,我决定分尸,然后抛去不同的地方,说干就干,我将家中给打理草坪和花圃的茧子找到。 将周丽娜的四肢剪下来,手脚分别装在不同的黑色袋子里,身子和头也分开放在不同的袋子,然后在半夜跑了三个地方抛尸。 回到家后,我坐在客厅,睁眼到天明。 这一次,周丽娜没有来找我,我松了口气,暗自庆幸自己的抉择,一南一北,一东一西,她不可能还能找回来。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,我还是去请了先生。 天桥底下,我找到了一个算命的,她看过我的面相之后,连连摇头,然后说, 小伙子,你命犯桃花,并且这桃花会害了你。 没想到她只看了看我的面相。 就一语道破,我现在所处的危机,所以接下来她说的话,我更是深信不疑了。 有些人,你不该招惹啊。 算命地捏了年须,继续摇头,我胆战心惊地问她,那我还有救吗? 算命地心一横,回答,有救,但有点难。 如今她是缠上你了,不叫你脱一层皮,她是不会罢休的。 我说不管多难,我都要试试,我不想从此噩梦缠身,厉鬼压闯。 算命地再次捏了年须,然后撕定之后,给我画了一张符,要了我八百八十八块。 她嘱咐我,这张符要随身携带,要是冤魂还来找你,就把这张符纸烧掉,扔在她的脸上。 记住,一定要扔在脸上,哪怕挂着头发都行。 要是这张符镇不住她,你只能自求多福了。 我怀抱希望戴着这张符纸,没出意外,我过了三天安稳日子,这是我人生中最轻松,最自在,最问心无愧的三天。 三天之后,周丽娜还是复活并找到我,那天傍晚,峰会结束,方圆圆给我打电话,要我和她一起参加当晚的晚宴。 她现在正在回乘车上,要回来打扮一番,平安度过了那三天。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,开始哼着搁在衣柜里找礼服,扶植有些碍事,我就摘了下来,扔在床头,然后准备换衣服,衣柜门砰得自己关上。 侧脸之间,我看见周丽娜已靠在衣柜旁边。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,她的头上莫名多了一条花色的丝巾,红色的藤蔓花纹在丝巾上蔓延开来,在橙黄的灯光下泛着一光,就连她身上那件万年不变的白色连衣裙,四肢部分也多出了血色的花纹,这花纹和我分尸的位置一模一样。 这一切,简直惊悚无比。 张柯,你真的不要我了吗? 周丽娜的脸上,没有一丝血色,瞳孔只剩白人,我被吓得连连后退,眼睛瞥向放斧纸的位置,见我表情怪异。 她看了看自己的身上,这是咱们第一次见面,我穿的裙子,你不是说你最喜欢看我穿这条裙子的吗? 我根本没心思欣赏她这条已经被恐惧撕扯的支离破碎的裙子,我只想找到护身符,按照算命地说的话,烧了扔她的脸上,可周丽娜似乎还在以为我是在和她发生口角而已。 以往这样的情况,到最后都是以周丽娜引诱我上床,让我细雨收场,万万没想到,她成了鬼,还想着用这招。 我很想扑过去拿肤纸,不过周丽娜赶在了我的前面,轻松伸手扒掉了我松垮的上衣,我用尽全身的力量,都没办法驳过她。 自从无限次复活之后,她身上的力气真是大了不少。 到后来,她甚至直接骑在了我的身上,把我扒得光溜溜的,又把自己那条诡异的连衣裙脱掉,我看清了她的身体。 皮肤上全是和连衣裙上相似的纹理,是被我砍过留下的残疾,不堪入目。 就在此时,我听到了楼下传来门锁解开的声音,一定是方圆圆回来了。 我迫不及待地叫着救命,周丽娜却一下子用冰冷的唇封住了我的嘴,双手在我身上乱摸。 直到我听到方圆圆手中的包落在地上的声音,周丽娜才终止了手上疯狂的动作。 你们这对肩夫淫妇,竟然玩到我家里来了。 真是太恶心了。 方圆圆尖叫着跑出门去。 这时,我明显感觉到周丽娜用在我身上的力道变轻了,于是立即挣脱开来,将符纸拿到手中, 一个要子翻身下床,从裤兜里摸出打火机,点燃了符纸,一定要扔在脸上。 算命的这句话,一直回荡在我耳边,我靠近周丽娜,将燃烧的符纸,挂在了她反着诡异光芒的头巾上。 火势顺着头巾迅速蔓延开来,周丽娜没有挣扎,更没有反抗,直到头巾被火烧的金光。 只剩下周丽娜被我击打得粉碎的头骨,她依旧窥然不动,就像一尊雕塑,结束了。 我和周丽娜之间的牵扯和孽缘。 终于结束了。 侍逢,方圆圆的声音出现在楼下,张科,下楼签字。 我兴奋地跑到方圆圆面前,指了指房间的方向,那道浮起作用了。 我终于甩掉她了。 圆圆,你原谅我吧。 方圆圆戴着冷眼,把我赶出了家门,身旁的周丽娜阴森森地看着我,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。 张科,你是甩不掉我的。 算命地说,如果这张符都收服不了她,那我只能自求多福,人还是得自救。 回到出租屋,我下了最后一次决心,要把周丽娜彻底摧毁。 这一次,我决定碎尸。 厨房的水槽是周丽娜亲手挑选的,可以将骨头一起搅碎,然后冲进下水道。 我留下了她的头,煮了满满一锅狗粮肉糜,全都倒在她的头上,然后丢到野狗出没的路边,眼睁睁看着野狗将她的头啃得干干净净。 这一次,我终于可以彻底摆脱她了。 出租屋内一片狼藉,绞肉的水槽,全是星红的血渍,我也不想收拾,只想好好睡一觉。 明天天一亮,我就去给方圆圆下跪求原谅,拿回差点失去的一切。 然而,第二天一早,我从梦中醒来,周丽娜一如既往,安安稳稳地睡在我身边。 她没有盖被子,身上的连衣裙上,一个一个红色的泡泡纹样,在裙子上展开,砸一看像葡萄,再一看,却是昨晚她骨肉绞碎后的样子。 她的头虽然还在脖子上挂着,可是脸已经没了人样,被野狗撕咬得稀巴烂,见我醒来。 她裂开没有脸皮的右脸颊,对于我名笑,牙银直接暴露在外,宝贝,醒了。 昨晚睡得好吗? 多么稀疏平常的一句话,却让我心如死灰。 至此,我终于知道,周丽娜是我杀不死的人,或许她有无数,或是本身就是邪碎,我只知道,这一生。 我是摆脱不了她的束缚了,我浑身贪软,只想着死亡能不能够快点降临到我身上,我想要解脱,没睡好,就再睡睡吧,我去给你做早餐。 我闭上眼睛,感觉到周丽娜用冰冷干燥的嘴唇,在我的脸颊轻轻啄了一下,一瞬间,我感到钻心的刺疼,大约是她被撕咬得不规则的上颌骨,擦伤了我的脸,等她走出卧室,我听见了有人敲门,周丽娜开门,是隔壁的邻居。 丽娜,这是我新种出来的花,分了两株给你,我想着你喜欢花泥。 周丽娜的声音响起,谢谢梅姨,难为你还想着我,进屋坐坐吧。 邻居笑笑,不了,我刚从花谱过来,脚上全是你,回头把你们家弄脏了,看看你这家,总是被你收拾得整整齐齐的。 门在此关上,我只觉得失去斗志的我在这一刻与世隔绝,邻居看不到周丽娜诡异的模样,更看不到因为分尸绞肉被我弄得一片狼藉的家,只有我能看见,就在我绝望的时候,方圆圆找来了我们的出租屋,就新来了。 然而,一丝害怕袭上我的心头,上次方圆圆撞见我和周丽娜在家里行苟且。 可是她没见到周丽娜的恐怖样子,今天她俩正面交锋,我怕方圆圆会被吓坏。 我顾不得套上衣服,穿着内裤,就从卧室跑出来,想要保护方圆圆,刚出卧室,我就看到方圆圆站在门口直视开门的周丽娜。 反而是周丽娜发出的震惊声音,你怎么来了? 这声音里还夹带着些许忌惮,方圆圆不怕周丽娜,周丽娜却害怕方圆圆。 进门口,方圆圆看到衣衫不整的我,眼睛里除了厌恶,别无其他,还真是吃不够啊。 她讽刺了一句,我指着周丽娜那张烂脸。 圆圆,你看看她那个样子,她还是人吗? 方圆圆根本没搭理我,而是直接从暴力掏出一摞文件,你一直不回复,我只能找过来。 快点签字吧。 我知道那一摞只是什么,心中涌上了无数冤屈,嘴里却什么解释的话也说不出来,只能无奈地叫着她的名字。 圆圆,周丽娜不服气,都是要离婚的人了,还叫得这么亲热。 我彻底暴怒,都是你这个贱女人,害得我家庭破裂,我今天杀了你。 说着,我就要过去掐周丽娜。 我要在方圆圆面前亲手杀死这个恶魔。 然而,方圆圆拍了拍桌子,张柯,别演戏了。 我受够了。 快签字,公司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处理。 我跪下央求方圆圆,圆圆,我会向你证明,她是个杀不死的恶魔。 方圆圆冷笑,还要证明什么? 人家花容月貌的,配你这样的渣男,还是绰绰有余的。 周丽娜气急,却又不敢多说什么,只能神脚踢了我一下,快签啊。 你还在犹豫什么?人家都不要你了。 我捡起我的尊严,拿笔哆哆嗦嗦地写下了我的名字。 方圆圆收拾起东西,转身离开,门被摔得通天响。 至此,我知道了,这世上,除了我,没人看得到周丽娜那张烂透的嘴脸, 还有浑身上下吊着肉丁的皮肤,周丽娜将是我余生的枷锁,是碾压我命运的齿轮。 最终,我放弃了抵抗,本身我也抵抗不过,周丽娜死了四次,重生了四次,每重生一次, 她身上的能量就多一些,压制我的本事就长一些,我无从抵抗。 最终,我和方圆圆完善了离婚手术,如周丽娜说的那样,方圆圆没有让我净身出户,她留给我五百万。 这些钱,是方氏企业的九牛一毛,却足够我和周丽娜做小生意,我和周丽娜就这样生活了下去, 带着方圆圆赏赐给我们的钱,买下一个小门面,卖衣服,整个店面都是周丽娜在操持。 我妈知道我和方圆圆离婚,没得到孩子的抚养全部说,还让方圆圆给孩子改姓了方,她郁闷至极。 周丽娜很会哄骗人心,没多久就得到了我妈的心,我妈开始催促我和周丽娜结婚,好在生的孩子,延续张家的香火,在我妈的百般撒泼之下,我和周丽娜领了证,领证当晚,我和她做爱。 却想象着方圆圆交好的样子,钱岳父去世,她已经是方式企业的总裁,和另一个企业富豪联姻,两人经常出现在商报的封面,她成了所有女人羡慕的对象。 然而,我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窝囊废,无心事业,更无心家庭,完完全全靠周丽娜操持这个家,不知是不是报应。 我和周丽娜一直都没要上孩子,因为这个,我多次挑唆周丽娜和我离婚,可是周丽娜每次都笑吟吟地看着我,张科,你妈都死了,没人能让你离开我,这一辈子你都得跟着我,直到死。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,熬到了花甲之年,周丽娜终于积劳成疾心脏病突发,死在我前头,她那张我看了三十年的烂脸,终于消失在这人世间了。 在殡仪馆火化周丽娜的那一刻,我突然回忆起和周丽娜初见的那一幕,她坐在咖啡厅优雅地看着书,我端着咖啡,急切地从她身边经过,咖啡不小心洒在了她白色的连衣裙上,蕴染出一朵棕色的玫瑰花,我向她道歉,问她要了电话号码,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,我曾无数次回想, 如果当初,我没有把咖啡弄洒到她的身上。 那么,我的人生又会是怎样呢?葬礼当天,方圆圆来了,身边跟着那个富豪,他们面色沉重地要我节哀,方圆圆上香之际,富豪站在我身边,低声和我说着,陪伴了三十年的老伴走了,心里滋味肯定不好受。 我斜眼看着她,心里不爽,没有回话,富豪叹了口气,还好,陪伴了我五十年的方圆圆,还在我身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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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